中国北京 天津和北极周边地区 再度出现严重空污 2月4日 北京多处PM2.5浓度冲破 每立方米300维克 空气品质为6级严重污染 天津市区多处PM2.5数值 每立方米150维克 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 工程师张良指出 这破空污主要引燃煤排放污染为主 被称为金融区二肖建华事件持续发酵 港媒消息称 北京当局要求肖建华协助中共太子党 贪腐及操纵股市案件等罪证 连日来肖建华的背景也被歧底 肖建华案牵涉众多中共高层权贵人物 包括前党魁江泽民 及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等 伊朗于1月29日试射中程弹道飞弹 引发美国严正警告并寄出制裁 对象是针对与伊朗飞弹计划 和提供恐怖组织武装相关者 包括13名个人及12个企业或政治实体 其中涉及3名中国人及2家中国企业都上榜 陆媒2月5日报道 河南开封市通许县前反贪局长傅信中 酒驾造势连撞三辆车和一路人后逃逸 导致三人受伤 事件过后至今已8个月 傅信中一直住在精神病院躲避救责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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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